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寺院里拜佛 供养 做功德的习惯 我们如果到寺院里去 会发现神圣庄严的佛菩萨宝像前 总是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供品 比如水果 鲜花 香枝 灯竹 大杯水 还有清新悦耳的佛月 勿绝于耳 等等 无论做何种供养 全在于供养者发心 只要用心真诚皆公布堂捐 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 佛钱做供养 不是做秀 不是装样子 不是做表面功德 我们也不要以世俗功利之心理佛 不要将其视为与佛菩萨的交易或贿赂 佛菩萨什么都不缺 你供养什么 佛菩萨都不会实用 不要觉得自己供养了佛 佛菩萨就会对你有偏思 这是愚痴 也是妄想 佛菩萨是一切众生平等 无二 无分别 不会因你供养的多寡而区别对待 所以民间所认为的那些烧高香 抢头香的行为 是非常愚蠢无知的 布施是为了培养大众的利他 无我慈悲心 看似是供养佛菩萨 其实是在为自己修福 佛门里的种种供养方式 都是一种善巧方便法 都有着深刻的法意 是为了更好的利益大众熏修 比如佛前供水果 水果就有着很重要的寓意 佛前上供水果 这三条禁忌一定要知道 否则就是对佛的大不敬 一 水果要保证新鲜无坏果 水果的放置时间一般不能很长 因为其很容易腐烂 佛前供果则要注意 不要供养那些不新鲜的水果 这也体现出对佛菩萨的恭敬 佛前供水果有着特殊的寓意 主要有两层含义 医者我们都知道 佛教最重视因果之道 佛陀说八万四千法门 三藏十二部经典 其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佛前供水果就在于提醒大众 要明因食果 敬畏因果 佛前供花代表善因 供果代表善果 花开结果即善有善报 以此劝人行善 方可真正改变命运 二者 我们当明白 佛教不是迷信 佛不是神 而是觉悟的人 佛是过去人 人是未来佛 众生若能精进修行 也可成就无上佛道 佛教里对修行者 所要成就的果 位分为三种 即阿罗汉 菩萨和佛 其中阿罗汉属于小秤佛教 菩萨和佛果位属于大秤佛教 佛果位最圆满无漏 佛前供水果也在提醒修行者 要时刻精进修行 菩萨心永不退转 为了避免出现不好的表法 避免不恭敬 造业情况的发生 佛前供水果一定要注意 保证水果的新鲜 完好无损 没有腐烂变质的情况发生 即使是在上供过程中 发现水果有变坏的 也要及时撤换成好的水果 佛门中花代表因 果也就是代表结果 因果定律是佛教中尤其提倡的 我们要一直牢记心中 努力种善因 将来才会结出善果 因此共果也有提醒人们 敬畏因果的意思 不新鲜不好的水果 既可以看作是不善之果 也就是恶果 所以物足以表法 应该要杜绝 二 水果上供前 一定要清洗干净 无论是供养什么水果 一定要清洗干净 从我们常人 饮食卫生的角度来看 我们自己准备吃水果之前 首先要清洗干净 手也要洗干净 然后才能食用 如果是用来供佛的 则更该如此了 就像佛前供水一样 我们供佛 供养的也是我们的一份清净心 既然有恭敬心 就像做好每一件事 不要应付 出之滥造 有些人做事很不讲究 买来的水果 该清洗的不清洗 带着泥垢就供佛 该清洗的不清洗 带着杂叶直接上供 等等 这些行为都是不如法的 清洗任何物品 就像清洗我们内心的污垢一样 洗去尘埃 净化内心 清洗后的水果 清香洁净 令人见知 心生法喜 增上善缘 供佛水果的数量 没有什么讲究 供多少都可以 水果 清洗后 在盘子里 摆成大气庄重的造型 置于佛前即可 将水果洗净 也是表达了我们内心的 纯净和干净 佛法修行之中 最重要的 也就是修得一颗 无妄念 无杂想的清净之心 所以 这一点是尤其要注意的 这也是对佛菩萨 最基本的 恭敬之心的体现 三 不要上供气味不好的水果 供佛水果的种类 没有什么大的要求 一般我们经常食用的水果 如苹果 香蕉 梨 橘子 葡萄 西瓜 火龙果等等 都可以 这些水果气味 闻起来都比较清香 价格大多数人 也都能接受 能供得起 但是 要提到一种水果 榴莲 它的气味 大多数人是接受不了的 最好 还是不要拿来上供 也对三宝有些不恭敬 有的水果本身 就有很浓 很刺鼻的气味 还有的是因为腐烂 或不新鲜 而发出的难闻的气味 如果供养这样的水果 都是不如法的 佛前一切 以清净为主 能拥有清新 自然的香味 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这更容易引发 自己积极向善的 良好情绪 这都具有很好的 表法作用 有人问 梨可以拿来上供吗 民间认为 梨的谐音有分离之意 不能拿来上供 这种说法可信吗 佛教完全没有这一说法 佛教认为 理有理苦得乐之意 是好的表法 完全可以放心拿来上供 我们一般都是早上上供 傍晚收供 也可以两三天一收供 这个看自身情况 收供后 水果可以自己吃 也可以分享给家人 邻居朋友食用 都是非常好的 另外 有些需要清洗的水果 比如桃子 葡萄 表皮会带有泥垢 在供佛之前 尽量用清水洗干净 再上供 将水果置于果盘里 然后摆上得体的造型 以庄与到场 水果 彻供后最好是自己吃 或分享给他人 都是非常好的法源 要记住 彻供的果盘 要及时收回 不要将空空的盘子 放在佛前 那是有失尊重的 不要疏忽大意 说到底 一切都还是要重新出发 要想得到法义 得到佛菩萨加持 那就要用一颗 无比虔诚 恭敬之心 去供养佛陀 告诉自己 保持内心清静 慈悲 欢喜 自在 以这样的心 去供佛 才是最如理如法 才能得到 最真实的利益 供养不是交易 不要带着功利心 无论你是否供养 或供养多寡 功德在心不在行 我们不必人云 亦云 无需盲目跟风 跟随自己的发心就好 做什么事都要认真 细腻 内心越清静明朗 做事情有条不紊 供佛看似是一件微小的 不值一提的事 但可以从细微处见真知 看出我们的心境如何 恭敬源于心 一切福田 不离心地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这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